欢迎收看小高全红蝉结束休假后 不久前就回到了国家队开始训练了 对他来说 这次集训特别重要 主要得干两件事 一是得减肥 保持好状态 二是得为接下来的国内外比赛做准备 大家都知道 奥运会完事后 全红蝉放了个长假 大概两个月吧 在家里没咋控制 吃得也挺好 结果就明显长胖了 这对他跳水可不好 体重一上去 水花就压不住了 所以这回一回国家队 他就得开始魔鬼训练了 除了得管住嘴 全红蝉跳水动作的训练也得加强 毕竟他年纪越来越大了 骨头也硬了点 跳水动作可能会受影响 这段时间他得下苦工 才能恢复到奥运会那时候的好状态 再说后面还有国际比赛呢 全红蝉得更专心训练 争取在比赛时跳出好成绩 给国家争光 除了训练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喜欢全红蝉的粉丝们 肯定特高兴 听说10月26号 全红蝉要去澳门 和郭晶晶一起参加全民健身领跑的活动 现在离那天就两天了 到时候全红蝉会和郭晶晶师姐 一起当领跑员 还有好多澳门的选手也会一起参加 场面肯定特别热闹 对于所有喜欢他的粉丝 应该是激动人心的消息 在10月26号这一天 全红蝉将会奔赴中国澳门 和郭晶晶一起参加全民健身领跑的公益活动 这意味着现在还有倒计时两天的时间 到时候全红蝉将会和师姐郭晶晶一起担任这一次活动的领跑员 连同一众澳门的选手加入到领跑活动当中 可以说是排面拉满的 这次活动的名单里 全红蝉是中国跳水队里年纪最小的 他能被选上和郭晶晶一起领衔领跑员 就是对他实力的肯定 这么年轻的运动员就能有这样的待遇 真的很了不起 这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 这个消息一出 澳门的粉丝们肯定特别激动 之前奥运健儿去港澳的时候 全红蝉也去过澳门 但那时候粉丝太热情了 他都没法走路 也没时间和粉丝亲近 这次参加公益领跑活动 全红蝉肯定能和粉丝拉近距离 他体能特别好 在队里跑步都是第一名 这次肯定会深度参与领跑活动 大家一起期待吧